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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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電Windows 我是王元廷 今天要再投入的討論是說 最低薪資3萬塊 這個萬是真的還是價 最低薪資3萬塊 這個萬是真的還是價 我們都知道 今年這月一開始 我們創政府把人民的 最低薪資案管扎的 2萬9塊 提升到2萬2千塊 政府也想說 在未來 幾年來 要提高到3萬塊 創總統順記 是說 這個退薪資 提高到3萬塊 是他一個萬 三個叫做萬 萬會實現 跟不會實現 兩種 或是會實現得比較多 或是不會實現得比較多 如果要實現 是要怎樣才會實現 我們現在先不要說 這個薪水 這個事情是不是 透過公關力的力量 去自己規定 這樣有落後 其實有很多人說 我們台灣 有百分之九十的企業 都是中小企業 九十以上 都是中小企業 你如果透過公關力的規定 不是透過自由市場的經濟 不是因為我們經濟 好排大家的薪水管 是透過公關力的力量 可能喔 你現在跟他散步 可能喔 有百分之多 中小企業 可能也想到 就要結局那條 就要結局 當然創總統的意思 當然不是說 德基裡面就要按兩萬元 你撲一下 變三萬 但問題是 問題是說 好 尊重你蔡總統可以執政八年 你如果說八年後 現在已經過一年後了 還有六年後後 變成三萬元 其實當時的三萬元 跟現在的兩萬元 跟父母一樣一樣的意思 也一樣的意思 因為他們的通膨嘛 你如果六年以後 變成三萬元 哪有什麼 是在負責什麼 那你就要做夢 是在負責什麼 所以說 這個 要達到三萬塊 這個夢想 我說八年 你如果時間拆久 沒有意義 你就六年後 變成三萬元 也沒算多了 到現在兩萬元 已經是一樣的意思了 那你如果時間要倒 不是因為你經濟好 還是因為你套過 功全力的時候 那這樣 吃多中小企業 可能會面臨 險所未有的困難 這可能是我們割政府 要好好去考慮的 我簡單說 我批個 一間中小企業 你鄉鄉 你如果 你如果跟政府 套過這個公法令的力量 去規定 說你一定 通膨最低薪資 要給人三萬元 他好像有三條路 第一條路 就是什麼 他動不住了 啊動不住了 就要收起來 不要做 我怕他拿過來 千萬 又出來做生理 既然這樣 我就收起來不要做了 啊不要做 他再怎麼是中小企業 他也是一個老闆 他來做白行 甚至他割理 先來割股票 割白行 割他的主本 他就要成功了 但是什麼 但是他沒做的結果 就是完工失業 完工失業之後 如果我們的失業率提高的時候 就算你的最低薪資 是三萬元有什麼用呢 因為很多人失業了 所以這個政府要好好去想 因為韓國 他們這幾年來 他們的最低薪資提高得很厲害 但是 軍議統計 韓國 因為他們最低薪資提高得很高 他們也是透過工權力 透過政府 每年都提到十幾百 但是韓國的失業率提高 這是你政府的選項 你是要因為你政府公反了下去 最低薪資提高 結果失業率提高 這是你政府自己去克服 第二條路 我剛才就說 你把這個最低薪資提高了 他要怎麼 他要轉型 他就定義 他如果不太聽 他的產業結構要轉型 那產業結構轉型了 也很簡單 他本來要欠十萬元 可能六次用假期 他請五月就好了 那是不是為什麼要踩完 因為要減營五月 這也一樣 跟韓國以前收起來 也一樣做成一樣的效果 就是踩完 踩完的結果就是 失業率提高 這是政府要去考慮的 第二條問題 第三條問題 這個中小企業 不要說中小企業 大企業也一樣 他有可能 因為你通常把這個對立薪資提高 他撞不住 撞不住 撞不住 他又沒想要收起來 他也想要好好做 產業結構 還不是要轉型 還要提升 還不是他做一試的事情 這當然是他什麼 他只好外移 這是他的第三個選擇 外移 不管是去中國 去東南亞 去東欧 去印度 不管怎樣 去台灣就不用請人 那也是一樣做生 失業率提高 所以不管是收起來 產業結構 轉型提升 還是外移 到最後所造成的結果 都是財源 都是失業率提高 所以我們政府一定要小心去應付 是不是你透過工錢力 你讓這些最低薪資 在德基以來 漲到三萬年 這要非常小心 但是你時間要拒絕 時間要拒絕 時間要拒絕 已經沒有意義了 我說的 你六年了 接到三萬 到現在兩萬人 相反歷史了 所以蔡宗宏這個夢 這個夢 其實真的是個夢 但是如果是一個夢 的時候 對老百姓來說 也沒有意義了 就說你做運夢 唱起來了 夢想 一長空 其實我們過去幾年來 這個最低薪資 也有條件 萬幾戶開始拒 也不是說沒拒 只是拒絕很慢 拒絕比那個通膨 還比較低了 回去沒拒絕的意思 其實有很多 有做個性的 人都知道 他說這是去送到什麼 最低薪資 其實我們老百姓 現在兩萬年以後的 薪水的樓工 已經沒拒絕了 我們台灣的老百姓 大部分的樓工 其實沒拒絕了 但是去送到什麼 送到分六十萬的外勞 六十萬的外勞 我們現在已經有六十萬 因為你最低薪資貴 因為我們日本跟外勞 沒有投稿 我們說到就都說人員 說你不能歧視外勞 所以送到什麼 其實大部分是去送到外勞 送到外勞 現在我們這些勞權人士 勞權人士就有說 你在歧視外勞 所以全世界像我們本來外勞 沒有投稿的國家 其實很少 我現在批勒就好 亞洲國家來說 以二千零一十六年為例 香港 香港的人均所得多少 一年的人均所得是四萬三千六百八十塊 四萬三千 是我們台灣的多少 我們台灣2016年兩萬三千五百七十三美元 香港差不多是我們兩倍 國民所得 人均所得 我們兩倍 新加坡多少 兩百六十六年 五千二百九 五萬二千九百六十塊 五萬二千九百六十塊 是我們多少 兩倍半 美元 人均所得 是我們台灣的兩倍半 就算阿蘇在阿拉伯好了 二千九十六年 他也有二千三十塊美元的人均 年人均收入 看看我們台灣差不多 但是這三個國家 都沒有本外勞投稿 都沒有本外勞投稿 因為不得了 你像說新加坡 是 那個香港 我們的兩倍 新加坡我們的兩倍半 要跟三倍 如果本來外勞沒有投稿的時候 外勞沒有去新加坡做幾個月 就可以賣房子 所以我們現在在說 外勞人權 用我們台灣的標準來說 外勞人權 那是說比較害怕的 打腫臉皮 充胖子 所以阿拉伯 他們就去跟非力賓談 說你要來國家做外勞可以 四百億金 四百億金 我們現在就萬二塊的意思 阿拉伯 國民索得到台灣差不多了 但是人家就四百億金 透過政府去跟非力賓談談 你不敢接受 沒有了 他們有投稿有投稿 他們說 你都不用跟我們阿拉伯人一樣 怎麼可以 沒有做幾年了 你就回去賣房子 所以來台灣的外勞 就說他們做幾年 就可以回去賣房子了 我們說到就像是說 很受動人權 其實你是在北施到 我們這個台灣的六甲 因為很簡單 你如果是外勞 跟本來有投稿 我今天做一個老闆 我請十個人 我就可以讓我的本來 拿比較高 外勞跟市場 我本來就要 要給他三萬塊 就比較快 你如果沒有投稿 我十個裡面 有五個外勞 五個本來 我就沒辦法了 我去向外勞也要站 而且外勞拿到的錢 他是怕回來 你對台灣的經濟 是不幫助的 本來只管薪水 他在台灣開 他薪水去台灣開 我們的經濟會活路 會活路 我們有人去說 香港 阿拉伯 你們新加坡 你們歧視外勞 他們是聯合國 會員國 他們也是國際勞工組織的成員 他們有說 他們有說 他沒有勞工 沒有勞權 這時候 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勞團 真的有辦法代表一般勞工 其實我們勞工也有很多兩種 一種叫做 強勢勞工 比如說 國際有需要的 在大公司上班的 那個強勢勞工 有工費很強的 有一種 有小勞工 他在中小企業 小餐廳 甚至是賣飲料 他在那裡做的 那種弱勢勞工 請問 你們在勞團的勞工 你們是強勞勞工 還是弱勞工 你們勞團裡面 究竟多少人可以代表大部分的勞勞工 好啦 尊重你們都很注重勞權 尊重你們都很注重勞權 我問你 我們台灣是聯合國會的國 不是 聯合國也沒有在 中時我們台灣的勞團 我們想要參加勞團國 國際社會也沒有人參加 想要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那是跟醫療有關的 那是醫療安全的 也沒有人參加 國公比較低的 向國際勞工組織 我們也去換出來 那我請問 你們勞權 有說 你們這樣報奪台灣人民的權利 我要去聯合國抗議 來世界衛生組織抗議 甚至最重要的 你們勞權 可以去國際勞工組織抗議 說你歧視問台灣的勞工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參加國際勞工組織 沒有 所以現在很多勞團的人都說 你現在沒有脫勞 本來外勞沒有脫勞的時候 強行 因為本來外勞是脫勞 外勞比較少 本來比較高 這樣老闆大家也要請外勞 誰要請本來 因為請外勞成本比較少 說這個話是不太適 我說八 外勞要進來多多人 是政府不能控制的 不是說我怕老闆說 因為外勞比較少 我就整個都請外勞 本來反而就失業 不這樣 因為我們政府聽到規定說 你要請十個 十個本勞才可以請五個外勞 或是你要請二個本勞 三個本勞才可以請一個外勞 這個外勞的人所 是政府可以透過公權去控制這個人所 並不是說 因為本外勞透過了外勞比較少 老闆就要請外勞 本勞反而失業裁員 並不會發生這個情緒 因為政府可以控制 所以如果用這個理由來說 本外勞不透過 其實是欺負不透 我剛才說外勞的錢是走回來 本勞人是在台灣 在參加這個經濟活動 對台灣的經濟是有促進的作用 所以這個本外勞透過這個東西 其實是在法政府 他想要把我們的最低信資 又提高 不要說三萬塊 是應該要去收購的東西 所以有很多人在質疑 說你們勞團 真的這麼重視勞團 你們要不要去國際勞工組織發展 去控議一下 說你世界這個社會 公平正義的社會 是怎麼獨獨對台灣的勞工 勞工不重視 獨獨對台灣的勞工不重視 聯合國也沒有參加 世界衛生組織也沒有參加 國際勞工組織 你們每次也拿國際勞工的規定 來說 政府就要怎麼保護勞工 外勞的人權要給他們補償 問題是國際勞工組織 你去控議整天 你去控議整天 所以說 我們現在在談 要把這個最低信資提高這個問題 可能到後來 是大家要好好地想說 我們這個本外勞 是不是要把他投稿的問題 我剛才說過 你如果英國公管力 要去概念 有可能 我們產業 倒不掉 那你如果時間拖了 還要是說 三萬塊沒有意義 三萬塊沒有意義 目前我們應該要收購的東西 真有可能就是說 你這個本外勞 是不是要把他投稿 是不是要把他投稿 啊投稿之後 我說八老 現在外勞 我們對他那裡好 他也沒得到好處 那外勞要進來以前 其實已經去給那種稿 兩邊都有種稿 去給那種稿 已經跟百姓多少 有的都要花了六萬 那前兩年都在喊他種稿的錢 其實外勞有拿到嗎 我們現在給他三萬塊 他有拿到嗎 沒有拿到耶 那中文在談 後面說比較難聽的 民意代表這麼多啊 其實我們現在給外勞這麼多錢 外勞也沒有拿到耶 是多一項 他只會用百姓的機會而已 他只會用百姓的機會而已 所以這個問題 原來我們政府 可能要好好來思考 不然你只是發口 說我 我要最低薪資三萬塊 還是我的錢 這樣有很可能 是真的一項肉 那問行的時候 是一場空 今天跟大家報告到這裡 這個新年在交 我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好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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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